成为了土库曼斯坦的第一个总统 他用自己独特的治国方式 掌握了军队 除掉了国内的反动态 把政权彻底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后依靠国家油气资源发展经济 然后他开始闭关锁国 把自己弄成了终生总统 他比较专政 看到国家图书馆没人 竟把图书馆给撤了 医生让他戒烟 他竟拉着全国人民和他一起戒烟 下令让所有人都不能抽烟 还禁止歌舞芭蕾这样的娱乐项目 原因竟是单纯觉得老百姓看不懂 他去世之后 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上台了 他稍微放开了一点 开始搞国际平衡 然后和中国一起搞一带一路 他们和中国的关系更近了 其实第一任总统就和中国关系很好 他在2006年去世前还去拜访过中国 中国和这个国家合作最紧密的是资源 他们国家的资源非常丰富 但是国内的开采技术不行 而且他们还需要靠俄罗斯和伊朗的油气管道卖资源 这样这两个国家就能从中间转差价了 在和中国合作之后 中国帮他们开采资源 还给他们修运输油气的管道 中国给他们修基建的欠款 他们都是用资源来还的 我国每年进口的他们国家的天然气 占了他们国家产量的一半 新总统上台之后 还大力发展旅游业 他们每年能接待三万多的游客 但他们对外依旧有一种神秘感 就和朝鲜一样 很多人都好奇 他们现在的生活有没有网络 是不是所有人都用上了手机 但我觉得他们现在的模式就很好 太开放西方资本疯狂入住后 他们能不能和这些资本角逐 不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